对我个人来讲 在我以后客人不能进来 或者我跟他在食品沟通上面 我可以通过AI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来介绍它的时候 AI可以帮我自动生成去客人要听的话 欧元、美金、港币都有 总的来说还是美金的多 反正开通以后也没几个月吧 我这边也好几笔打几笔 你比方说去年它冷不过来了 它如果有一支付的话 它直接通过可以 我们把一支付的账号给它 它直接可以签打 对我们做出口的问题 就是有些客户它想直接跟我做嘛 就是不想通过贸易公司 它想直接跟我做 只要直接跟我做 它就美金直接打给我嘛 那肯定呢 像贸易公司它肯定会收取一些什么拥挤啊 但是我这个跟一支付我就直接跟老外交易嘛 南美的客户今年的话就会翻倍这样子 我总统那边的埃及啊什么的伊拉克那边都很多的 反正现在非洲南美那边 现在伊拉克那边啊这些地方啊比较新的 你欧洲那边就不用说了嘛 欧美那边就不用说了嘛 今年也有那个下单拿过货来客人卖到好的 也有陆域叔叔开始开始下明年的店单 全价打样 昨天那个客户他是来我店里啊 当场就下单了 他就挑中了他们墨西哥的包款吧 金额是多少 十几万人民并 我们股市也多 价格也便宜 我们也比较了解老外的需求 全世界来说我们这个价格很有优势 只要是这个圣诞节的全世界这一块 其实一屋真的是价俩我们